而为了避免端午节廉价人群移动造成疫情扩散 台铁局和公路局都设法让端午节的乘车率能够下降 铁路售票率呢现在是已经降到两成了 退票率达到七成以上 而公路部分呢原本连续假期都会推出的优惠方案全部都取消 希望能够减少民众出游返乡的意愿降低疫情扩散的风险 目前国内肺炎疫情持续严峻 确审数和死亡数持续攀升 担忧端午连续假期会有大量人潮流动造成疫情的扩散风险 中央流行疫情指负中心呼吁大家 经典端午节不要返乡 而每到连续假期就一票难求的铁路运输 这一次的售票率减少到两成 同时有持续退票的情形 台铁端午连续假期6月11号到14号 每日各限别顺逆行对号列车 平均搭乘率均远低于两成 且受疫情影响持续有大量退票情形发生 搭乘率已远低于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管制目标 端午连续假期自5月14日开放订票以来 售票张数已由原先13.6万张 质减至3.3万张 退票率约为7成6 且每日有持续退票情形发生 台铁局预估端午连续假期 售票张数将可降至3万张以下 搭乘率会再降低 端午输印假期只有少数十班列车 搭乘率超过两成 台铁局已停止发售 售票率超过两成 搬次的车票 并持续观察退票情形 必要时将会将这几班车 改用座位数较大的编组车厢开行 或于该时段附近加开列车 协助引导旅客改成 以分散旅客人潮 另外在公路的部分 配合防疫政策 原本端午连续假期优惠方案 也都全部取消了 包括国道客运 台湾好行 双铁转成 北花线来回优惠 东部国道客运 四人同行一人免费 还有东部地区租赁优惠等 全部取消 公路总局指出 各家客运公司 已经纷纷申请减班 除了建议民众 不要跨县市移动 也提醒旅客 如果一定要搭乘 大众运输工具 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 降低被传染的风险 借里会欢迎市报道